就是把那個按鈕給做出來 按鈕因為早上有講過啦 所以請各位自行從這邊插入這個按鈕 然後一個叫門號 一個叫清除 一個叫門號公式 清除門號 那我們就試著把它清除 然後最後按這個是 裡面看到的結果是公式 剛剛就是輸出公式 清除嘛 然後門號 那背後的程式 基本上就是可以寫第一個 意思就是說把這個裡面的公式丟到這個儲存格 那這個儲存格是在第四列 可是將來的列數呢 可以一直往下 所以寫一個回圈嘛 4A等於四列到103 然後分別去變更什麼 變更它是在哪一列 底下依然都一樣 然後列數不同 那把公式給丟過來 不過丟過來的話 可能要記得兩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就是 你把公式要貼過來之前 一定要先用什麼 用那個計式本先取代 也就一個 一個要變兩個 第二個的話 裡面的那個I把它改成 就是四改成I就可以了 清楚的話就是上面複製下來改 這個也改一下 OK 那我們基本上在做三個按鈕 那基本上就完成我們要的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這個是直接輸出結果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不是只有按按鈕 我早上講過啦 VBA其實基本上有兩種形式 這個叫SUB SUB就按按鈕 那這邊的話叫Function 那如果說我今天需要一個Function 一個函數 那個函數 那個函數的話 基本上 當裡面的函數 要完全符合我的需求 應該是不可能的 所以常常有同學說 常常會問說 老師有沒有什麼函數 可以做什麼什麼功能 大部分都是沒有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要把它變出來 所以如果今天希望什麼 幫我產生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 插入函數 所以這邊注意喔 那個制定函數 如果你要執行的話 記得是從這邊執行 那哪邊可以找到 因為我剛剛已經寫好一個了 所以呢 理論上我這邊會出現 有一個叫 使用者定義的一個類別 那這個類別 是你要至少寫一個以上的Function 在你的模組裡面才會出現 如果一個都沒有 那應該是 所以你們待會應該是沒有 然後呢 裡面呢 特別重要 這個類別裡面會有出現一個叫 手機函數 這個手機函數的話 是我們自己寫的 可是有問題 要怎麼寫待會 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的使用方法 跟一般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我今天呢 我如果要 有時候它會卡到後面去 切一下 OK 然後 然後它跟一般使用的方法是一樣的 它會問你 三個問題 你給三個答案就好 不過我覺得這個好處 這個比那個 以色列裡面的好處是說 前面都是中文的啦 當然以後你想說 老師那我不用中文 我要英文 可以啊 你自己寫英文就好了 OK 那我們就一個蘿蔔一個坑 這個是電信業者給他 這個是門號的區碼給他 這個是門號的末碼給他 那它有點像是 跟你要了三個資料 幫你串接之後呢 給你你要的結果 然後並且怎麼樣 幫你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所以它有點是跟你互動 然後最後產生一個你要的結果 並且幫你把你要的結果 放在你現在優標放的這個儲存格 OK 所以它是跟sub不太一樣 sub是反正通通不會問你任何問題 反正你按下去結果就是你要的 那function是會跟你互動 你給他他要的 他給你你的結果 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會只丟一個 另外第二個 他沒有回圈 所以沒有回圈變成底下怎麼辦 你要自己點兩下 所以制定函數 它沒有像這個sub這麼 就是線性 直接就全部做完 Function我覺得比較囉嗦 而且它其實好像也沒有辦法全自動 所以未來如果說你要全自動的話 當然還是要寫成sub 所以了解一下差異 所以喔 所以喔 將來在職場上 在工作上 我再問同學說 你們用哪個比較多 好像最後用sub比較多 按鈕比較多 為什麼 因為方學好像勢必 感覺好像就做一半而已 OK 所以 似乎好像要達到完全自動化 用sub的機率是相對比較高的 OK 但問題喔 我們要怎麼樣 反正制定函數嘛 你如果剛好工作上有需要的話 那我們要怎麼把它寫出來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 我們一樣 一先切到visual basic 二的話 特別注意喔 這個東西叫function 不叫sub 所以我把它去掉給各位看一下 理論上 它就是中間 這個範圍 總共 其實理論上講起來 就是一行程式而已 OK 那這一行程式怎麼寫 我先把那個步驟拆解給各位看 假設沒有 好 我們要怎麼樣從無到有 產生一個制定函數 OK 一 記得 也是要寫在模組裡面 特別是 之前有同學亂寫 好像看到 之前好像點兩下 這邊也白的 然後就寫在這裡 一看 怎麼沒有 我說 寫錯地方了 記得喔 反正以後寫VBA 請你記得呢 就是寫在哪裡 寫在模組裡面 但如果你不小心關掉沒關係 這個再把它打開 一 請你產生一個模組 把那個制定函數寫在這裡 第二步的話呢 你可以插入一個程序 名稱也叫手機 這個名稱制定的 必定要叫這個名稱 但是有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最重要的地方在這裡 插入一個程序有沒有 記得用 function 關鍵的地方來了 這個地方 按確定 好 接下來的話 它會幫我產生一個什麼 public function 特別注意喔 sub function and sub and function OK 頭尾喔 特別注意喔 之前也有同學 做完了 結果發現奇怪怎麼沒有 後來發現 原來他這邊 插入程序的時候呢 他還是用sub 都寫完了 但是不能walk 為什麼已經選錯了 方選 接下來的話呢 這個就是方選的名稱 那如果說我要跟使用者要三個資料的話 哪三個資料 就是 1 2 3 所以我就偷懶 直接拿這個上面的名稱 Ctrl C 然後呢 再切回來到Visual Basic 再把那三個名稱放在小瓜湖 那小瓜湖有點像是跟那個使用者 要什麼資料的地方 OK 所以把它貼上 記得呢 每一個 一個資料呢 中間呢 就加一個逗點 所以電信業者逗點 門號區碼逗點 然後最後的話呢 一個小瓜湖結束 這樣子的話呢 他就跟使用者要了三個資料 那要了三個資料 比如說我今天呢 要哪三個資料 我就給他一個這個 1 1 那他將來就會把資料放在哪裡 放在電信業者 84 就放在這裡 也就是說 其實小瓜湖裡面的這些名稱呢 其實就是一個引述啦 這個引述的話就是說 我會把資料放在這個名稱裡面 儲存起來 OK 然後 剛剛這個I是變數 不太一樣 引數的話 實際上就是有點像橋樑 暫時性的 那I的話 是我們自己產生的 OK 然後呢 我們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接下來的話 就是 要把這些串在一起 然後丟到哪裡去呢 丟到這個儲存格 不過我特別注意 他有點囉嗦 就是 串完之後 他不能直接丟 直接丟的話 是SUB 他是怎麼樣 必須先丟給手機這個函數 然後手機這個函數呢 再把它丟進去 OK 所以其實Function 真的做的動作相對比SUB多很多啦 OK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把它丟進去 一 先把串接完的東西 放給誰呢 這個Function 所以特別是把這個Function名稱 放在前面等於 等於什麼呢 等於09 OK 我要產生一個09 然後空一個AND AND什麼呢 AND是09 11 11在哪裡 11在門號 在電信業者裡面 所以我就怎麼樣 把這個AND後面加一個電信業者 把這個電信業者 因為這個是一個引述 把這個引述裡面的東西放過來 0911 然後再來呢 空一個AND 再一個減的符號 再空一個AND AND什麼呢 門號區碼 不過門號區碼 一樣嘛 它是84 所以我要把它改成084 那我可以怎麼改呢 可以打一個Format 所以跟剛剛那個還蠻像的 Format前刮弧 把那個84 裡面的資料變成084的話 痘點 雙引號000 後雙引號後刮弧 好這樣的話呢 他就幫我把84 改成084 那7的話呢 我要把它改007的話 後面這一串一樣 就把這個AND到後面呢 複製過來 複製的話就Ctrl 鍵按住拖拉 這邊就把它改成末 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 它取得的那個資料 末 也改成末 好 這樣子 但是我們程式就寫完了 那也就是說 它把那個串接結果 先丟給這個Function本身 Function再丟到這個儲存格 好OK 那最後做完 我們來Demo一下 看一下結果有沒有OK 插入函數 這個時候如果說 你在使用者定義裡面 可以看到手機 那恭喜你OK了 然後再來的話呢 門號1 2 3 看到結果 確定 點兩下 制定函數 就大功告成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 再還給各位 那這個因為 它的 邏輯上面 其實跟那個Sub 有點類似 但是 兩者之間最大的差別 當然 就是我剛剛講的 一個是完全 Sub是完全不會跟你互動 反正我就抓 我就自己去抓 丟我就自己去丟 但是Function 抓是你要告訴我 去哪邊抓 丟的話呢 是透過那個Function 幫你丟 OK 所以這是兩者最大的不一樣 那你想說 幹嘛VBA要設計這兩個 其實道理很簡單嘛 反正有些時候 如果你只需要 就是一氣呵成 你就用Sub了 但是有些東西 你可能需要 傳遞一個值 給你一個不一樣的結果的話 那當然你中間其實也可以寫成方權的形態 至於要怎麼去操作 我講過 這當然沒有標準答案 每個人習慣的方法不太不太一樣 所以至於你要怎麼用 這個我想可能針對實際上工作遇到的狀況 你可以做一些斟酌 但一般工作上 他的Sub是比較 用的比較多 主要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 就是全部一氣呵成 全部做完 當然未來 你說那個Sub能不能呼叫方權 其實也可以 方權其實不是說只有在 Excel裡面可以被 VBA本身也可以呼叫 所以其實這裡面的話 還可以寫的 再稍微 複雜一點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剛剛講的Sub跟方權完成 那 基本上 基本的VBA 你需要知道的東西 大概就足夠了 那後面的話 我們會透過這些相關的方法 然後再做其他的應用 可能 後面也許再加一個邏輯判斷 回圈 邏輯判斷 然後 其實大概就足夠 一般工作上的需求